原标题 乾隆有三件法国神奇钟表 它们颠覆了传统 使用时不用上线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 机械钟表仿佛已经淡出我们的生活 但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却还收藏招数万件珍贵的机械钟表 它们不仅是清朝皇室贵族们的玩物 更是金美绝伦的艺术品 今天小编就给您介绍 其中三件神奇的法国钟表 它们不仅颠覆了传统 无需上线就能走动 而且设计的精细程度 只能用巧夺天宫来形容 到底是怎样的钟表呢 下面小编就来给您揭秘 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作在18世纪 随着机械制造技术的不断成熟 以及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西洋钟表开始传入中国 并取代了清国传统的计时工具 术漏符 日轨等等 与此同时 西洋钟表以其复杂的工艺 华丽的外观 精准的走势等特点 也满足了乾隆皇帝 摆阔和炫耀的奢华心态 乾隆皇帝除了接受外国使团 进贡的其中一表以外 还在宫内侵涉造中处 并网络天下最顶级的钟表匠人 为皇室制造钟表 如此一来 这也带动了广州等地区的钟表业发展 所以 每年皇宫所收到钟表多达千届 但是让皇帝满意的却不多 这背后的原因简单不复杂 一方面是乾隆皇帝要求的太完美了 普通钟表难入法眼 另一方面 这些钟表都有个共性 那就是需要发条上弦才能使用 所以不够新奇 因此乾隆皇帝看的时间长 也就腻歪了 乾隆皇帝都喜欢什么样的钟表呢 看一看清宫内的收藏就知道了 无一不是艰巨了奇特 炫酷和华丽的外表 而有三件神奇的法国钟表 因为他们颠覆传统 无需上线 而成了这位风流皇帝的最爱之物 第一件 同度金滚钟 这件钟表虽然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却 极具科学性 巧妙地利用了10度夹角的斜面 让钟表外壳滚动下来 并踩出动力 再带动内部的机心 然后让时钟走实 另外 在机心内部还设置有坠图 利用陀螺仪的原理 使机心始终保持水平垂直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钟表从斜面顶端滚下来的时间 刚好是24小时 第二件 同度金滚球压力中 这件座中 同样也是利用了重力的作用 而不同之处在于 它需要借助钢球 每个约250克 并将其放入到机心后面的轮盘上 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缓慢下沉 以此带动机心走实 经过科学的计算 每次需要放四个钢球 经16个小时之后 最下面的钢球滚落 然后 上面再自动滚入一个钢球 始终保持轮排上有四个钢球 最后就这样循环往复 即可完成钟表的上弦过程 第三件 同志升降压力中 最后这件宝钟 它也还是借助重力作用 实现走实的 但方式却何 其他的钟表不一样 仔细观察 您会发现 这就像是个升降电梯 首先是在底座上有四根柱子 然后 将钟表箱固定在其中 最后在重力的作用下 钟表箱自然下落 带动机心转动走实 而且 这件中的时间延长了不少 从顶端落下来 需要一百四十四个小时 也就是六天 其实 在故宫博物馆的钟表馆内 像这样既有科学性 又有趣味性 而且还新奇的钟表有很多 都是乾隆皇帝等人收藏的宝贝 如果读者感兴趣 有机会也可以去一睹真容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钟表经过二百多年的时间考验了 还依然都早时精准 不得不让人佩服当时的制造工艺 而这也是现代将人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文兰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 本文撰写 特约历史撰稿人 刘立江的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尽快尽力